哈喽大家好我是冠宇 或许是NBA正在处于世代交替的时候 这个球赛期其实有不少我们熟知的球星 或至少说西瑞全明星都选择了退役 比如Gordon Hayward 之前聊过的Derek Rose 以及近期的Danny Green 而一般伟大的球星退役以后 所有人接着会讨论的就是回顾他们的历史地位 以便推测看看他们是否有入选名人堂的机会 而那名人堂真的有这么容易入选吗 除了这些近期退役的球星 比如尤其Derek Rose 究竟还有哪些球星是自行值得入选 但依旧没有入选名人堂的呢 本期影片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五名值得 但依旧没有入选名人堂的球员吧 就像大家知道的 正常入选名人堂应该是任何篮球运动员 总教练 总管甚至球队老板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而名人堂这种东西其实不仅在篮球 像是棒球或是足球也同样有名人堂 反正篮球的名人堂如果真要做对比 其实还是相对更容易当选的 因为不仅有球员 教练或是球团相关的人选能进入 同时像是比如媒体界的Mike Green 超级粉丝Spike Lee Billy Crystal和Jack Nicholson等人 都有入选所谓的名人堂 包括近期像是Vince Carter 可能有球迷会说也就是个入选八次全明星的球星而已 生涯没有太多的个人荣誉或是总冠军 而呢Vince Carter对于带动加拿大篮球的重要性 甚至凭借着扣篮凝聚了NBA的贡献 都让他最终在2020年退休以后时隔四年 入选了名人堂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 入选名人堂的这些伟大球星 当然球技是一方面 但其实对篮球的贡献同样也可以被考虑进来 所以某些角度来讲 貌似篮球的名人堂相对会更容易进入 不过为什么 像是Shanmarion却没有办法入选名人堂呢 要说00年代最出色的球员 Shanmarion绝对是其中之一 Steve Nash为发动GC决联盟的七秒进攻 他是其中一位参与在那套体系很重要的侧翼 而在NBA相当长一段时间 他都是侧翼位置最好的防守者之一 生涯16个赛季 攻击入选40全明星 以及两次NBA年度最佳阵容 每中不足是作为一名顶尖的侧翼防守者 却一次都没有入选过年度防守阵容 但我想考虑进整个职业生涯 其中有6个赛季聚中在DPO外奖项有获得票数 应该也可以知道他的防守能力 而且从00-01赛季到07-08赛季的七年里 他场均数据为19.3分 10.4蓝把2.1足弓 并且外带二超球1.4封盖 所以个人能力上 我想这些佐证应该相当充足 更别提他巅峰期甚至获得了年度MVP的投票 而且同时还是那时候有整冠能力的太阳队 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之后转战独行侠 2011年随队拿下总冠军 相比全队第三的得分 个人反倒觉得他的防守是球队能取得成功更为关键的一部分 所以综合来看他的整个职业生涯 我想Shawmerion是否能进入名人堂绝对能讨论 巅峰期表现够出色也够持久 生涯结束的方式也不难看 而且他在MV有着相当多元的成就 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Ear Monroe 其实两人的成就如此相似 如果Ear Monroe能入选 我想Shawmerion应该也可以 那么我们讲一个更久远的 即Kevin Johnson 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案例 Kevin Johnson应该大多数人能赞同的 就是90年代Charles Barkley 在太阳队时期最好的控球搭档 而奇怪的地方是 他生涯攻击就入选过三次全明星 但年度最佳阵容却入选了五次 当然 五年中的其中四年都是入选MV年度最佳第二阵容 但要知道那四年中的其中一年 他都没有入选全明星 批除掉生涯的前两年 他88-89赛季到96-97赛季 九年内的场均数据为 19.8分10主攻 3.4篮板 并且托篮命中率高达49.7% IK场均贡献1.6次超球 坦白说以后场圈来讲 这组数据真的相当漂亮 尤其当我们对比Maggie Johnson的场均数据 为19.5分 7.2篮板 11.2主攻 而说Kevin Johnson的案例很值得讨论 是因为他的成就和数据并不匹配 大凡人和MV全场均能 交出20加10这种数据 放在哪一个年代都一定会是全明星 但Kevin Johnson 就已经入选过3次罢了 或许这样的对比很粗糙 但如果我们看Reg Miller 场均20.9分3.4主攻 3.3篮板 1.3超球 投篮命中率48.5% 三分命中率40.4% 以及88.1%的发球命中率 Reg Miller同样也是入选过 3次全明星和3次年度最佳阵容 而且都还是年度第三队入选的 Randon Reg Miller早在2012年 就已经入选了名人堂 所以或许更根本的原因 Kevin Johnson之所以没法入选名人堂 更多是因为缺乏更广泛的认可 而认可这种东西和球迷是否认识 这名球员是真相关的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 我想应该绝大部分的球迷 都没有听过的球员 那就是Tom Chambers 作为1981年选手大会的第八顺位 他16年职业生涯曾经为快艇队 超音速队 太阳队 爵士队 黄蜂队和76人队 攻击6次球队效力 他新秀赛季直接场卷 交出17.2分的表现 而剩余的职业生涯 入选了四次全明星和两次年度最佳阵容 更别提巅峰期间的四年场卷 那有22.5分 6.9篮8和2.6主攻 这其中甚至有一年场卷交出27分7篮板 在MVP的票选中获得第八的排名 甚至要论得分的成就 像比Scottie Pippen Bernard King Walter Davis 甚至Bob Lanier 他2049分都能排到历史榜单的第50名 直到1996年选择转战以色列联赛 并直接赢得冠军 其实名人堂不仅是看MBA的成就 海外和国际赛场上的成就也可以被纳入讨论 那么讲回一些比较靠近的 像是Sean Camp 在90年代 我想Sean Camp的运动能力应该是众所皆知的 当说超音速对除了是看Gary Payton以外 就是看Sean Camp 整个职业生涯 Sean Camp攻击入选了六次全明星和三次MBA年度最佳阵容 如果将时间放在92-93赛季到98-99赛季的话 他的场均数据也是8.7分 10.4篮板 2.2主攻 外加1.4超球和1.5风盖 也正是因为他顶尖的双向能力 加上要么是全队得分第一 或至少得分第二的表现 所以超音速对其实在90年代 很常都是西区夺冠大人们之一 那么如此出色的球员为什么至今都没有入选名人堂呢 其实我觉得归咎到底 就是因为巅峰期太短 而且他的职业生涯对比同时期的球员 结束的相对较早 进入2000年 Sean Camp呈现出路远可见的退化 在年仅33岁就单出MBA 那么算是Sean Camp率领球队走到最远的增程 应该就是1996年对阵公牛队的总冠军赛 如果那一年Sean Camp有赢得总冠军 或许他现如今早就入选了名人堂 但即使没有 以他的成就 我想成功入选名人堂也不算是太离谱的语气 那么如果以上四人大家都觉得不配入选名人堂都无所谓 但Amir Stude Meyer应该觉得大部分的球迷都和我一样 是真的觉得他早就该入选了 作为2022年选秀大会的状元 他应该是目前我能想到入选名人堂的遗嘱中 最值得入选的 那么看过他的职业生涯轨迹 2003年赢得年度最佳新秀 攻击入选六十全明星和五次MBA年度最佳阵容 其中四次是MBA年度最佳二阵 一次是MBA年度最佳一阵 如果要选注于巅峰的时期 我想应该是04-05赛季到10-1赛季的七年间 他场均数据有23.6分 8.8浪版 1.6足弓 投篮命中率甚至高达55% 同时方锁端还能缴出1.5次的场均封盖数 和Shotmarion一样 他同样是参与过席卷联盟的七秒进攻 而且应该可以算是最主要的得分点 也因此 Amir Stude Meyer帮助太阳队打进了季后赛 而且好几次都打到了西部决赛 而那很可惜的是 Amir Stude Meyer后半段的职业生涯伸受伤病困扰 假如完整病健康打完整个NBA职业生涯 他应该没有进不了名人堂的可能性 但就像在Tom Chambers的部分提到 篮球名人堂其实也考虑经国际和海外赛场的表现 在国际赛场上 作为美国队的一分子 在2004年奥运会赢得了同牌 2007年美洲篮球竞标赛赢得了金牌 之后在16GC赛季前往以色列联赛 赢得了两座总冠军以及2020年的FMVP 2017年入选欧洲联赛最佳阵容 以及两次欧洲联赛全明星 基本上 如果将他的NBA成就 国际和海外赛场成就全部纳入考虑之中 我想Amir Stude Meyer绝对有足够的论述来支撑他入选名人堂 好的那么关于资金没有入选名人堂的球星盘点 想留着这么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哪些看法呢 大家觉得还有哪些球星值得当资金没有入选名人堂呢 欢迎大家留言轻松聊出让我找你们的想法 要想本期影片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里面错过任何的新影片 也不妨点一下超级感谢支持我 并追踪我的IG 本期影片就这么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